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哇哇哇,羅冠聰很口響啊 在英國出席的一個辯論平台,主題是 是時候視中國為對手,而不是夥伴 他當然不會錯過推銷自己,說自己在2017年 因為參與所謂和平集會而坐牢 之後就不斷數中國和香港的不是 還說中國永遠不是夥伴,但說到和中國經商 他又有另一種看法 那是難免地在兩國的環境中 中國成為年代,我們仍然可以在一起 我們仍然可以在一起 我們仍然可以在一起 做這些事情,並不代表我們仍然是我們的夥伴 為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又說要和中國割席 但同時又說要和中國經商,正好啊 好多客人問好啊 不過,這樣都無阻羅冠聰尖尖自喜 他還說過論壇上,支持是中國為對手 而非火便宜人佔多 你不要以為全世界都是白癡 會聽你說幾句此事而悲的話就相信 數字最實際 看回新鮮出爐,國際諮詢公司麥肯誓的報告 中國已經超越美國,在全球財富綁居首 大家做生意都是想賺錢 這麼大的市場在眼前 人家是不是真的信羅冠聰所說 其實都很有疑問 好心去不就再亂點吧 我看你要玩夠啦 我們要受夠啦